第四十題 如圖所示 電路中連接一個標有6V3瓦的小燈泡L 電阻值為12Ω的電阻R 當電鍵K按下時 燈泡恰好如其標示的功率正常發光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把K按下的時候 我們這個R就是一個短路的現象 也就是說這個R一點作用都沒有 所以就等於是沒有這一塊 那麼L就正常發光 就表示它是有是接了6V 然後發揮了3瓦的電功率 那麼這有6V是有兩個電池給的 那麼說一個電池就是3V 因為電池串領的時候 總電壓是分電壓相加 所以我們就發現選項珠說 一個電池電壓是3V是對的 那麼我們如果 那我們現在有6V有3瓦 根據我們的公式 P等於IV 那我們有3瓦 然後6V 所以電流就是0.5A 所以按下的時候 它是0.5A 這是對的 那我們根據我們的公式 P等於V平方除以R 現在我們有3瓦 我們有6V6x6R 所以R就等於三分之三十六 所以電池是12Ω 所以選項C呢也是對的 那麼如果我們打開成段路的時候 然後打開成段路的時候 就表示呢 這個電阻是有作用的 有作用的 因此這個6V是分給這兩個燈泡跟電阻 電阻R上面 所以我們的燈泡就沒有享受到6V 既然它沒有享受到6V 它就不會有3瓦的電功率 所以選項A說 它會有電功率3瓦是錯的 所以呢 第四十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答案選的是A 電鍵K打開成段路時 小燈泡的電功率為3瓦 這個敘述是錯的